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电视名人足利梨花Rica Adachi 1992年出生于三重县 足利梨花在2007年赢得了Hory Pro天才童子军大棚车大奖赛 当时他还在读初中三年级 申田公子 石垣黎美等人也赢得了该大奖赛 高中毕业后他离开父母 进入东京一所以招收明星学生而闻名的私立学校日之初高中就读 2008年他在主演的iDistribution Center中首次出演电影 并定期出演连续剧 高中毕业后他成为一名多才多艺的演员 模特儿和电视名人 在综艺节目中展示他的谈话技巧和其他才能 包括被选为各州HeroNance节目的常客 他出演了Amicon 他在剧中饰演男主角野比利奈的情敌 尽管他的表演只是嬉皮笑脸 却受到了野比利奈粉丝的大量批评 足利梨花积极地接受了这些批评 他说自己的表情已经表达出来了 因此他在Amicon中的表演受到了高度赞扬 同年他被选中出演电视剧《山田军》和《七大魔女》中不讨人喜欢的角色 足利梨香也尝试了凹板印刷 并成为了蝙蝠侠潜传的常客 足利梨花也尝试过凹板印刷 他的特点是长相清秀 臀部较大 与纤细的身材形成鲜明对比 即使在足利梨花最后一段影片的留言区 这也是毁男人的屁股 从后面看一定很棒 我可以感觉到你接受了很多不同的棒子 你很讨人喜欢等等 我可以看到你也受到了传奇人物和变态绅士们的高度赞扬 2022年10月 他迎来了出道15周年和30岁生日 并发行了写真集抒情 其中收录了他的首部半裸作品 童年 他出演了东京电视台的寡妇评论 在剧中饰演一位在婚礼上满灭红光的模式 2023年6月 他与首与表演团体Handscience的陈结婚 许多人都发自内心地为他们的婚姻庆祝 足利梨花在婚后 也一直坚持着自己的娱乐活动 如果可能的话 我们很希望能再次看到他的银屯写真集 让我们一起期待并支持足利梨香 在未来取得更大的成功 感谢您的收看 本频道介绍女演员 模特儿和偶像 如果你喜欢 请订阅本频道 并给我们好评 请订阅本频道